首相杜斯里安华到印度展开三天官房 和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八项合作备忘录 巩固双边关系 期待两国未来在贸易投资 数码科技 教育 旅游 国防等等方面 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我们今天早上线上请来了 御丰集团执行董事林卓峰 为我们分析马印双边合作关系 卓峰 早安 早安 是 卓峰您认为说 我国和印度在哪些领域的合作 可以更进一步呢 首先在这个 你刚才说了八大的领域 但是我们先要了解 就是这一次安华出去外访的目的 或者是现在的这种合作的程度 是在哪里 刚才你也说了 他们现在是签署一个MOU 就是它是一个备忘录 而两国之间的签署这个备忘录 其实只是代表双方的一个 初步的这种意向 而且大部分是一种试探性的合作 在这种签署的当中 基本上比如说经济 科技 文化 教育等等 基本上都会涵盖在MOU的里面 但是具体的如何去做 双方的这种合作的细节 基本上都在里面还没有的 只不过在这个MOU里面 大致会说明大家的一些责任 义务 意向 或者是整体的一个简单的框架 包括一些沟通的机制等等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时间表等等 也会在里面 但是具体其实这一次阿华访问 印度我认为比较希望的是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来说 基本上硬件是比较强势的 而印度来说软件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虽然他说了很多其他八大领域 但是应该最可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就是双方国家的软硬件 所以他提到的一个数码化 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但是基本上这些科技领域的事情 大部分都不是国家去牵头去做的 都是私企去做的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到 如何可以把这些东西落实了 那当然要落实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那卓峰你怎么看两国的合作前景 牵出如何呢 我认为在中美有双方脱欧 我们在说的去全球化的 这个大题目里面的话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 它的在全球的这个份额跟分工 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而其实马来西亚跟印度 其实双方刚才说到 就是软硬体双方的这种合作 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这种 合作的空间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其实很多的 比如说今年我们国家 有很多的美国的企业过来 投资一些数据中心这些等等 其实也是看着我们国家的能源便宜 也没有什么天灾 所以设置这些会好 那其实马印两国相对来说也是一样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 有一些核心的问题要解决的是 两国的一些文化差异 特别是在工作上的差异 另外是在这个法律上的这些 根本的差异会对企业够不够友好 因为在我自己的一些体验里面 在印度的很多投资 到最后因为法律的问题 很多企业其实都觉得比较难 或者是有点担心 那至于这方面 在马来西亚如何去推动 双方给私人企业家 可以在这方面更大的信心 我相信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军事的取态 因为马六加海峡到 就是印度洋内际的海岸 其实整体在中美两国的 这个全球的军事问题上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取代 所以我认为他们两国 也会在这个上面会有一点落寞 好的 我们希望说 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合作 能够更上一层楼 带来互惠共赢的这个局面 感谢卓峰今早带来的精辟分析 谢谢你 谢谢你